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正式开始我们的这个项目制作的过程了 在前一个视频呢 我们介绍过了这个项目的一些需求啊 大家可能已经了解了 那我把这里边遇到一些问题呢 可以再细化一下 比如说呢 之间啊 有一个叫菜单啊 这个地方需要每个人完成一个菜单项 那么这个菜单项呢 我们之前说过有首页 有列表页啊 有图表页 还有一个词云展示页 有一个团队介绍页 那么因为我们每个队有四到五人啊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可以这样分工一下 比如说首页啊 其实负责整个框架那个人可以做啊 那么列表页呢 这个有分页功能呢 可以选择啊 你自己这个 至少把一部分的这个数据可以显示出来 至于能不能上下分页呢 根据咱们同学的能力啊 可以选择 那么需要有列表页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图表啊 这e-touch图表呢 可以有两到三个 因为咱们有四到五个人 所以呢 至少得有两个人需要做图表 那么如果你有五个人的话 至少得有三个人需要做图表 那么词云零到一个 也就是说你可以做 也可以不做啊 这个可以占零到一个人啊 那么最后一个团队介绍页呢 整个这个页面都可以不做 你可以选择 所以综合说起来呢 咱们这个写代码的人呢 可能你写个首页就可以了 那么写图表的人呢 可能你们自己要选择一些图表 那么写列表的人呢 是另外一个你可以理解为是写代码的啊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 其实还有一个是选做的 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做一做的 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们拿这样的一个界面来说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一些图表 这图表的话 这个就算一个图表啊 两个图表 那下边可能是有列表啊 当然你写在一起也可以啊 我建议大家可以分开写也可以啊 这个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这个相当于团队的协商的一个结果 因为分开写呢 一个人负责一个页面 比较好负责这个页面的调试 你调好了直接把这个静态页考到我们的项目里边呢 这个效率就比较高啊 这是一种写法 比如这个界面啊 我们既可以把它这样的一个独立的一个网页把它显示出来啊 你也可以在这地方比如说点两页 像这个的话 table页是独立的啊 这样也可以啊 这样两种方式啊 这样的话就是每一个团队成员 比如说做列表页的可以单独做 然后他把分页做了 而做图表页这个呢 一个人做一个图表 对吧 你这图表也可以分两个 当然也可以像这个一样 有个下拉菜单 是吧 这个里边再有两三个 这都是可以的 也可以就连续的就这样 一个菜单 两个菜单 三个菜单 都是这样的图表也可以啊 那图表类型建议大家可以多样一点啊 比如说有柱形图 有柄形图啊 建议这样的一个思路 当然还可以有一个就是建议大家呢 你可以有一个选择的过程啊 比如说我现在想看一下 UI这样的一个方向的图表 那么你可以选啊 点一下提交 那么给你显示UI的图表啊 那如果你说我现在想显示 这个比如说python的图表啊 你可以写一下python 那么这个地方就给你显示python的相关信息啊 这就更理想了 建议大家有能力的话 你的团队有想要一些挑战的话呢 可以把这个写一下啊 那这个功能其实我们在前边的这个介绍里边呢 也给大家介绍过 就是表单的提交啊 就直接把这个内容传到后台 后台解析一下 然后针对于这个相应的这个网页进行一下刷新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介绍啊 给大家补充一下 那么这个项目介绍完了之后呢 那再说一下我们这里边的这个条数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这个1000条指的是说累计所有同学这个一起爬的这个1000条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按照某一个关键字来啊 比如说你这个1000条里边可能有UI的这个岗位 也有可能有python的岗位 也有可能有前端的岗位啊 累计加起来1000条 所以在这里边的话 你不一定是说一定要把某一个岗位要爬1000条啊 这是说一下 也就是说这中间可能比如说python这个岗位只有500条 对吧 那你不够1000条怎么办呢 那你可以加UI啊 对吧 换一个关键字再爬一些 把这个凑到1000条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条数的一个说明啊 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尽快的上手啊 我把这个整体的逻辑呢 帮大家梳理一下 这样方便咱们团队之间的沟通 那么首先的话呢 我在这里边给大家列了一下啊 其实我们整个这个程序的流程跟我们之前学习的过程是一样的 首先呢 要爬取数据 保存数据 搭建一个框架 最后制作图表 所以我为什么说四到五个人啊 其实你这四到五个人可以这样一下分工 一个人呢 负责我们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爬取 就相当于专门写这个网络爬虫 那这个可以让咱们编程能力强的同学来写啊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写一下这个数据保存 其实这数据保存呢 比较简单 一般情况下就是写数据库的同学 那么只要把这个拿到的这个列表 尤其是字典或者是列表 保存的数据库里边就行了 所以键表啊 键库啊等等这些事情让他来做 是吧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搭建框架 那么搭建框架呢 需要那些能够对网络 对网页前端等等比较了解的同学 相当于根据一个静态模板和flask的一个综合应用 把这样的一个框架打起来 那打起来之后呢 那么可以把这个路由配置好啊 大家就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链接地址能访问不同的网页 把这个地方完成之后呢 那么其他同学各写各的网页就行了 对吧 因为我们要求每个同学都最好有一个图表 如果你是这种分工的 那至少你也得有一个团队 五个人 你也得有三个图表 对吧 四个人的话 你也得有两个图表 加一个词云之类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求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图表的话呢 你至少那列表也算图表之一啊 所以有同学如果写了列表 那么你就可以不做eChats 你做了eChats就不用做列表 所以我们说四到五个人呢 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图表啊 这图表类型有三种 是吧 一种是列表 一种是词云 一种是eChats 所以呢 大家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偏好来选择一下 那么在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搭建框架这一块 可以由这个懂得网站的相关技术的同学来做 那么制作图表这一块呢 因为eChats的配置啊 它比较相当于是需要这个数据的一个支撑 所以可能需要我们这个同学做数据的 和做这个我们这个程序的同学 一起跟我们这个做图表的同学来协商好啊 要什么数据后台给返回回来 当然同学之间也可以互相直接 每个人负责自己的这个页面流程跳转 比如说你做图表的同学 需要什么样的一个数据 你就自己在这个指定好的框架上边 来进行相关代码的编写 自己负责自己的这个数据的提取等等都可以啊 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根据我刚才说的思路来合理分工 可以按功能分 也可以按照自己完成的业务分 也可以按照次战场来分都可以 总的来讲就分这样四部分 那么我们讲课的时候呢 也是按这个来讲的哈 最开始讲的就是这个Python基础 那么Python基础里边呢 咱们其实就是数据存储这一块 你就可以用基础知识就够了 第二部分我们讲的爬虫 那在这一块大概花了三天左右的时间 那第三部分呢 就是刚刚结束这部分是框架 就是这一部分 那第四部分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eChars和词云 就是这一部分 所以在这四部分里边呢 你只要把前面的代码拿出来 我们把以前的代码进行简单的修改和梳理 基本上就能完成我们整个项目了 所以给大家建议呢 就是整个的过程啊 你就按照我们这个学习的过程来就好了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那这是我们之前的项目 我们可以在这直接新建一个项目 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呢 是Flask类型的 直接建Flask项目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这呢 比如说这叫51兆吧 是吧 比如说就叫这样的一个项目 新建 当前的这个 或者我新建一个窗口啊 那么之所以新建窗口呢 就是因为我可以把以前的一些项目啊 直接拖过来 或者是说复制过来 来让我们今天这个项目呢 能够变得更加快捷一点啊 那么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搭建好了 那为了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大概的项目过程呢 我可以把这个主体的内容 给大家复制过来一份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我把这个项目呢 可以粘贴在这里啊 比如说我在这个跟路径下呢 我新增一个Text 建议大家也是一样啊 如果你有一些这个内容不确定的时候呢 你可以放一个Test的文件夹在这啊 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测试 比如说我们这呢 新建一个Python文件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叫Test1啊 好 我把这个流程写在这 大家看 首先的话 你要做爬取数据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可以写个Spider 啊 点py这样一个文件 对吧 那么爬取完了之后呢 它就会有一个数据库啊 所以在这里边呢 你可以比如说有一个叫5 要job.db啊 这样一个数据库 当然数据库名字 文件名字 大家可以随便起啊 都可以 那这是另外一个文件 那么框架搭建呢 这个大家知道是吧 那么就三部分 一个是app.py 这个负责的是路由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我们这个template啊 template 在这里边呢 负责页面 当然的话 还有Sethetic是吧 那这个负责的是我们相关的素材 啊 素材的话 包括图片啊 这个CSS啊 JS啊 等等这些啊 我就不说了 这大家都知道啊 那么这个完了之后呢 制作图表 那这个地方大家也知道啊 需要eCharts的相关的 这样的一些 呃 库 或者说叫JS 那词云就不说了 词云就是WordCloud啊 所以想跟大家说的是 整个的这样的一些文件 就是这样一些内容啊 大家按部就班的 把它放好就行了 那么现在我依次的来写呢 建议这个东西呢 就单独写就行了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一个数据库文件 它是需要在这里边来控制的 对吧 所以同学 如果你单独的写这个呢 你可以自己先建一个数据库的 这样一个文件 然后就专门把建表语句啊 或者是把这个对表的一些 基本的操作等等 都单独写 写好了之后 让另外写这个Spider的同学 来调用就可以了 所以这完全可以分成 两个PY文件来写啊 这个根据大家自己的一个分工 和大家内部的小组安排 来定就好了 好 那我现在呢 为了节省大家的时间啊 尽快的把这个程序的框架 给大家搭一下 理一理思路 对吧 所以现在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啊 我依次的按角色来分吧 比如说咱们写爬虫这个同学 其实我在写爬虫的时候 其他同学可以干嘛呢 那么写数据库的同学呢 可以先把你的库能建起来 对吧 建库怎么办 比如说你在这儿 可以自己先来一个文件 比如说在这儿写一个 Python 就要testdb 是吧 你在这儿就可以直接 把你的数据库的 这个比如说我在这儿 sqlite sqlite 对吧 你写好了 在这儿直接你比如说就写个dev init db 就把这个东西写好啊 但是我建议大家节省时间 我们一共就两天 也来不及 对不对 就把我们一天写好的 拿过来就好了 比如说我们原来写的这个叫做 不在这个项目里啊 在豆瓣那个项目里边 我们打开一下 豆瓣 豆瓣在这儿 打开一下 打开new 好 比如说在这个里边 对不对 我们有spider 而且这spider里呢 你可以在这儿把它折叠起来啊 方便大家来拷贝我们以前的东西 因为咱们这个是一个项目的介绍课 所以我为了节省时间呢 就直接给大家演示一下过程 比如说这个就是在这儿数据库的 对不对 好 把它整个复制过来 Ctrl C 然后找到我们当前这个项目啊 当前我们这是这个 对吧 把它Ctrl V 沾过来 对吧 那这就是键表了 所以根本就跟这个 爬虫的这个同学啊 比如说要这个重命名一下啊 refactor rename 不叫test1了 我们把这个就叫testspider好了 spider 当然这个最后的话 你可以把它们单独建一个正式一点的文件夹啊 比如说就叫spider 或者叫这个crawler 或者是爬虫文件夹啊 我这是为了测试叫test的 建议大家呢 你可以正式一点 改一个你正式的名字 对吧 那我在这儿 do refactor啊 在这地方呢 写数据库的同学呢 你可以直接在这儿就写呗 键表语句是吧 这个表叫什么 比如就叫五一兆吧 是吧 里边有哪些字段 有id吧 留着 是吧 中间有链接吧 留着 那当然这链接的名字 你是不是要改一改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joblink 对吧 那接下来的话 你这个工作得有个名字吧 比如说叫jobname 是吧 我就直接写jname 或者jobname 随便啊 得有公司名字吧 比如说叫companyname 就叫cname 是吧 那我还得有这个 这个薪金吧 比如说salary 是吧 比如说下面这个 当然这个的话 可能你自己的 这样的一个类型 你自己随便便一下啊 比如说我这个就是三到四万 等等这样的一个写法的话 你就直接写salary 也可以啊 然后比如说我这里边 可能还会有地区的吧 比如说area 有地区 有薪金 可能还会有一些 我们这个具体的学历要求 是吧 比如说 比如说我就叫edu好了 这个education 是吧 educate 比如说 那么text 是本科还是大专等等 那我这里边还得有 我这个企业的招聘的 这个信息吧 比如说工作描述啊 等等啊 比如说summary啊 或者什么 比如说info也可以啊 删掉 对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接下来这个工作岗位 一条工作岗位所需要的一些信息 我就把它列好了 那列好了之后的话呢 这地方sqlite3 啊 没有引进来啊 删掉 好 那么接下来就执行就可以了 对不对 我写数据库的一个同学 是不是就工作太轻松了 是吧 就写好了 但其实不是啊 其实数据库这只是建库而已啊 我们还有保存呢 对不对 所以在这地方呢 你可以直接就执行一下啊 执行一下 运行成功了 那么在我们这个当前的这个目录下 这个dbpass没有给进来 是吧 在这里的话没有写啊 你直接可以把它 比如说我先简单点写 就是当前路径 是吧 在这的话就直接当前路径下的 刚才那个名字啊 没有给的话 我们就直接 或者还是dbpass吧 这个没关系啊 你可以直接在上面定一个全局变量嘛 比如说dbpass 等于当前的文件夹 杠 我们当前这个叫51 兆吧 这样的一个.db 好 执行一下 好 执行完了之后呢 大家可以在这个文件夹下 是不是应该能看到这个啊 当然执行完了没有结果 是因为我没有调用啊 比如说你在这可以调用一下啊 init init db db啊 直接给他一个dbpass 对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保存一下 这直接输的这个内容有点问题是吧 放到后边去啊 前面是定义 后边是调用啊 执行一下 他报了个错啊 他说不能识别这个51 job这个地方啊 我们在这地方是因为表明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叫job table吧 这叫job也可以啊 都行 执行一下 执行完了 我们可以在这看到一个.db了 是吧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意思说 大家不要把我们这个东西从零开始开始写啊 你通过以前代码的修改就直接可以完成我们这样的一个表的一个创建 当然了 我只是举个例子啊 不见得里边真的是这样一些内容 每一个字段大家要深思熟虑是什么格式 每一个内容到底要保存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你这celler真的是三到四这样的一个字吗 还是说他就是应该数个数值呢 对吧 我都不在这具体说了 写数据库的同学自己来想一想 跟你的团队呢 沟通清楚就可以了 好 关于数据库呢 说到这儿 但数据库不止这些啊 数据库这只是第一个一个代码 其实数据库还有第二个代码 我们知道叫save db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把这个也写完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呢 简单的再给你说个例子吧 在这儿是五遥照吧 在这儿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折叠起来 这已经写完了对吧 然后呢 调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最后由我们的主程序来调用 所以我在这儿先注视掉啊 在这儿呢 我把它展开啊 save data to db啊 比如说就叫save data就行了 我们这次 当然你也可以存在exile里啊 比如说你一些临时数据 或者是专门给你网站用的数据啊 你有些可能界面上显示要调的 你也可以存在exile里啊 这个大家自己选择啊 但是我要求大家的是 你爬取的数据 必须放到我们的这个 sqlite的数据库里 但是你的这个页面上 临时显示的一些数据啊 你可以放在exile里 好 在这儿呢 我就不多说了 比如说你这儿有个data list 然后呢 有一个数据库的路径 这数据库的路径呢 我们这定义好了 就不说了 那保存数据这件事情 前面后边都没问题 但是数据库的插入语句这儿 也是应该数据库的同学 最清楚数据库 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弄 那我建议大家哈 这里边其实外界 跟我们主程序爬虫有关的 就是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data list 大家只需要关于这个data list的格式 商量清楚 那么你这儿的语句 其实比较简单啊 就是从里边 这是一个数据结构吗 对不对 是列表还是字典 你分清楚 然后你直接在这儿 把这个里边的东西拿出来 形成这样一条语句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我就不多说了啊 同学们自己去想啊 怎么样子来把这个东西商量好 当然一会儿我会给你个例子 那么写数据库的同学 把这个插入语句写好 那你的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就放在这儿 这是关于数据库 那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这个Spider 这个同学来啊 当然我把其他的同学 也先安排一下是吧 那写框架的同学 可以干嘛呢 你建好了这个之后 大家也知道 这个APP.py这个地方 是不是就可以写这样的一些路由了 比如说同学 每个同学负责的页面的路径是什么 对不对 去找一个模板放在这儿 对不对 好 这地方我先暂表一个段落啊 或者说暂且不表 先说到这儿 一会儿我单独说这个同学干什么 那么另外还有同学干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一下刚才那个例子啊 这儿 这个 数据保存说了啊 搭建的说了 那么制作图表这个同学 其实现在就可以去eCharts那儿 选一下你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些图表以外 想一想你们到底想要做成哪一些图表 需要哪一些数据 是吧 是对新金分布呢 地域分布呢 还是岗位的一些词云呢 等等啊 你们自己去想 所以先想好了之后呢 再去找相对应你想要的这种图形格式 然后给给他一些数据去调就行了 所以大家同步进行啊 这样才快 当然了有些同学可能现在比如数据库这个同学比较轻松是吧 或者eCharts的同学比较轻松那是不是还得写一写我们这些要求的文档啊 要求的这些报告啊等等 这些都得做对不对 所以大家赶快密切合作啊 好了 我现在说回来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Spider怎么写 因为Spider里边有一些细节呢 可能有些同学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所以呢 我把它单纯的列到最前边 说一下Spider 好 那Spider的这个结构啊 大家也知道 那么我就直接把它快速的搭一下就行了 比如说我们现在肯定得有一个主的这样一个方法吧 那么这个主流程啊 我先放在这 当然你最开始肯定是一个if是吧 加号线name 等于 may 这我就不说了啊 这是一个基本的 那你要执行什么呢 执行一个main 好 那么这样一个main没有定义 所以放在上面定义一下啊 这就是主流程啊 主流程的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我这的思路啊 首先的话你得初始化一下你的数据库吧 啊 这个地方我就不写了 那你说这数据库在那边怎么办 啊 当然你可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引入我们另外一个同学的这样的一个文件啊 之前我们讲过的 当然你可以直接把人家的这个代码呢 就把我们这代码复制粘贴过来 也可以啊 这个大家自己来衡量 当然我建议呢 大家你就算是把它复制粘贴过来了 也给人家留一个文件 至少我在上边能看到人家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吧 不能把人家的工作全部抹杀掉啊 谁写的 你至少留着你这个文件 就算是可能写这个整体的程序的同学 并没有import你的文件 而是把你的文件全部复制粘贴过来了 我建议留一下啊 好了 这是一个点 那么在这的话 初始化就完了 对不对 初始化完了之后干嘛呢 我们知道啊 在这里边的话就拿这个网页上的内容呗 但是注意一下 我们现在这个51这个job呢 它跟我们之前的不一样啊 之前的话是我们 它就是一页 然后不停的分页 对不对 但现在这个呢 它不仅仅是一页的问题 它还包括一个详情页的问题 说到这呢 我们先不管这写的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51的这个网站特点啊 那现在我给大家展示的呢 这就是一个51job的这个网站啊 我直接返回首页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想要爬取的呢 不是首页啊 这下边没有我们想要的内容 我们现在想要爬取的是 搜索的结果列表页啊 什么意思呢 我先来搜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这地方呢 搜一下 比如说Python啊 好 这个地方呢 我默认选择程度 大家如果选择别的城市也可以啊 比如说我选择程度 点一下搜索 好 那么搜索出来之后呢 这下边虽然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 相当于标签啊 你有兴趣可以自己慢慢调 但是你不调 我的要求就是你把下边能找出来就可以了啊 那么在下边这样的一些内容上来讲呢 我们该怎么样去把它获取到呢 有些同学说 是不是把这张东西给弄下来就行了 可以没问题 根据你们自己的需要啊 你们把这弄下来可以 但是我们想说的是 这一层次可能的信息有限啊 你如果能分析出来一些图表也可以啊 但我想跟你说的是 其实真正内容多是在下一页啊 咱们再点下去 比如说你想看第一页啊 你点下去 你发现它新开打开了一个网页 对不对 那这个里边的内容上来讲 它有更多的信息 比如说一些 一些这儿的一些福利待遇 然后在下面的话有一些岗位信息啊 然后还有一些联系方式 公司信息等等等等啊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信息 比上边那个信息要更详细 那同学说那我要抓两个页面吗 这根据你自己的一个想法啊 两个页面都抓也行 单抓一个也可以 只要你觉得最后那图表显示出来 是你想要的结果就行了 那我快速的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要想 既把这个页面的信息拿到 又想把下边这个信息拿到 你该怎么办啊 这个难度是最大的了应该 对吧 既把这个列表页给拿了 又把这里边的拿了 这个最难了 是吧 我把最难的给大家说了 至于你们自己选择哪一个 可以小团队自己决定啊 那么我们说在这个页面里边呢 我们先不说它是怎么来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页面 该怎么样拿到它的地址啊 我快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就行了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 它这个搜索页啊 其实是有规律的 我们先看有两个规律啊 首先第一个 大家看我这地方写的是 搜的是python的岗位 对吧 那它这个地方就叫python 那如果我现在搜UI呢 你再回撤一下啊 哎 大家看这地方就变成UI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基本上可以判断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我们的搜索关键词 对吧 因为我们说问号之后 你都可以把它删掉啊 因为这一地方就是一些辅助的一些信息 你可以把它删掉 其实我们要的就是这个html网页 对吧 你把它直接 我们把这直接改一下 你看一看 是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UI改成python python 回车 你现在看一下 我们现在下边 你看这就是变成python了 对不对 这就搜出python 所以其实这个地方就是搜索词 那我们回头这个 想要进行网页爬取的时候 其实你想换搜索词的话 就把这换了就行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我们这个分页啊 因为我让你爬一千个 是吧 这一页呢 基本上也才五十个 那么一千个怎么办啊 那肯定要看下一页 对不对 那下一页的话 大家看这个第二页 注意啊 上面这个 前边你先别看 把注意力放在后边 这个二到号一 我现在点一下这个二 你看这两个数字哪个变啊 我点了第二页 大家看到了吗 后边你可以不用管它 前边的话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上来讲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二啊 这中间这个二呢 没有变 这变成了二 所以其实这个呢 你可以猜测 它就是一个分页 那如果我现在比如说举个例子 我写个五 我回车 咱们拉到最下边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五 是不是 其实这就是分页 想要访问第几页 你这个数字就变成几就行了 那同学说呢 如果这一共二十九页 我访问第三十页怎么办 你可以试一下啊 你写一下第三十 是吧 回车 哎 你发现这就什么都没有 这页面还是能正常显示 但是它没有什么公司的列表 对不对 所以其实你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循环了 是不是 一方面你可以直接拿页面上的这个值 来当做你获取链接的这么一个循环数 到底要循环几次呢 其实你也可以根据我们这个页面 能不能拿到这个链接 是吧 有没有岗位信息来判断 如果拿过来的这个岗位信息 这个超链接是零 那你就停止循环呗 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把二十九页全都爬下来呢 因为你现在是爬的是这个python啊 那如果你爬的是UI 可能就没这么多页是吧 我们看一下 UI有多少页 哎 你看UI就只有二十五页 刚才那是二十九页 对不对 也就是你搜索不同的关键字 它的页数是不一样的 那你倒点循环的一页一页查 查到多少页算是截止呢 大家应该知道了 对不对 那就是可以判断一下 这一页拿下来之后 你获取到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列表或者说这个超链接 到底还有没有 如果没有 就停止啊 这是一种想法啊 当然你有别的想法也可以 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思路而已 好 那基本上有这两点呢 就可以来带动着我们来进行搜索了 那同学说呢 后边这呢 这还有地点呢 我要改地点怎么办 那你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前边啊 这儿写的是090200 大家可以看到这儿了吧 好 我把地点改一下啊 我先直接改一个北京 比如说我把成都去掉 我改北京 点一下 确定 我这次再点搜索 大家看这儿写的是01000 这回大家知道了 这第一个数字呢 这个逗号之前啊 它其实就是城市 你这个不同的城市 它就是不同的编码 所以你要搜索不同的城市呢 只要变更这儿就行了 以此类推 其他的地方呢 我就不给大家再做一些讲解了 我只说城市 我只说咱们的分页 我只说了咱们中间的关键词 这三个地方呢 可能跟咱们平常日常搜索 相关的这个密切度比较高 所以我就跟你说 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变更这儿 那同学说 我要把所有的关键词 全都准备好嘛 肯定不用啊 咱们这个练习 只有一千条数据 所以呢 你只需要找 凑够一千条的 这样一个条件就行了 比如说你关键词改一改 是吧 就凑够一千条了 比如说你分页肯定要有啊 这一页二十个 当然一页是五十个啊 咱们二十页呢就够了 所以你一个关键词 可能也够了 你要是想换一下城市呢 我是说比如说 有些同学就想看北京的 或者说我就想看成都的 以外的某几个城市 你可以考虑换这儿 对吧 所以我把多样性呢 已经给大家说了啊 调哪个地方 但是总体来讲 你要想进行爬虫的话 其实爬前边就够了 那么把中间这几个变量 给它空出来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我先给大家讲的 这个地方的一个特点啊 也就是说你要爬虫啊 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那怎么爬呢 为了让大家快速看到效果啊 快速给大家演示一下 还是一样的 大家不用从头写啊 把原来的东西拿过来 原来的爬虫在哪 还记得吧 原来的爬虫 主方法里边有没有 主方法其实就是 给它一个根路径 对不对 这上面有个根路径 根路径完了之后呢 然后就去爬数据了 对不对 这次就爬一个网页 当然你在刚开始的时候 在我们这个例子里边的时候 你也可以只爬一个网页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在这的话 你可以把刚才那个路径呢 给它拿过来一个 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下 刚才的路径 我把它放到 当前的这个项目下 比如说我放到一个 全局的一个注视里啊 或者是 就把它放在这吧 放在这啊 再来看 这就是搜索路径 对不对 这就是刚才成都的 Python的第一页 就是这样一个路径 我先把它放在这 然后呢 我找一个爬虫程序去爬它 那么这就是爬网页的程序吗 大家看不是啊 这是解析的地方 爬网页在哪呢 在这儿 对不对 好了 那就把它整个的这个内容 给它复制过来 Ctrl C 然后呢 快速的把它拼装一下啊 我们在这儿 先把这些折叠起来啊 至于那里边有问题 我们可以把所有有问题的 先注视掉啊 比如这些有问题是不是 那全注视掉嘛 我们现在就看一下 这个askurl 到底能不能快速的 帮我们把第一个网页 爬下来 那第一个网页 首先得有头吧 这不用说了啊 那接下来这urllib 是不是引入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这儿引一下啊 这刚才在这儿吧 引一下 比如说import urllib 当然我这儿就不一个一个领了啊 我快速的把原来所有需要的包 全部复制过来啊 这儿啊 我们把它上边的一些内容呢 给它复制过来 不就这些吗 对不对 当然可能这个不需要 没关系啊 全复制过来吧 Ctrl C 然后我们直接找到现在的项目 把它粘到这儿 Ctrl V 不需要的呢 可以就把它删掉 对吧 正在表达是呢 如果你不需要可以删掉 Beautiful Super还是数据库 这可能还要的啊 这可以先保留一下 好 那么接下来回到刚才那urllib 你看它就不报错了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请求这个路径是什么 啊 我们没有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这地方先给它执行一下呢 所以在这地方的话就调用一下它 是吧 ask url url是什么啊 就直接写在这儿 具体什么样 那具体是不是就这个样吗 对不对 我们比如说就爬这一样啊 写死了 那我们就直接是url等于这样一个字符串 好 那接下来就爬呗 对不对 爬取有异常处理 然后最后返回 好 我们不管它返回什么都把它打印出来就行了 对不对 在这的话 它返回的就是一个html网页嘛 我就在这写一下 然后快速的把它打印出来 看看是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啊 好 打印 直接执行一下 哎 大家看他报了一个错啊 报了什么错呢 大家看一下 他说在这读的时候啊 他说utf-8 啊 他说不能够decode的什么什么什么 不可用的一个开头 哎 什么意思呢 咱们上来就碰到第一个问题 注意这第一个问题在哪呢 第一个问题其实在这儿啊 在这个地方 他说我们这个utf-8呀 它是不能够被解析的 为什么不能被解析啊 是因为你回头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前的这个网址啊 这个网址点右键 你可以看一下它的原代码 大家从上网下看啊 你看一下它的这个charset 看到这儿了吗 人家这个网页啊 是个gbk格式的 所以你用我们原来的utf-8呢 就会变 就会出错 对不对 所以既然人家是gbk的 大家也知道 那你爬虫解析 就得用gbk来解析了 对不对 好了 不说了 赶快改 是吧 把这个地方utf-8改成 gbk 哎 再次执行一下 点邮件 好 你看 大家看到了吗 把我们原来代码只要改这一个地方 就直接可以把我们整个网页给爬取下来了 说